眼前的男人有多豪横 一顿饭竟然消费了十万元 小陈啊 分享这十万给你留着娶媳妇的 一顿饭全部花完 以后可怎么办啊 爸妈 你儿子我不用娶媳妇 到时找个豪门路追进去有的是钱花 感情这混小子还想吃软饭啊 上次当上门女婿小命都差点丢了 老头子听了这话 西方病又要犯了 我听说楚江四大家族之一的情家阴盛阳衰 虽然有一个男孩 但臭名远扬难堪大任 秦家目前最缺的就是像我这样 有工作经验的上门女婿 叶臣心中已经做下决定 立志吃定这碗软饭了 姨妈 这三人是饿死鬼投胎吧 一桌饭菜都给干完了 谁啊 跑我包厢来干嘛 我是谁 说出来不怕吓死你 老子可是江州秦家少爷秦洛云 说着王八来了个憋 这不就是刚说的那个王库子弟吗 原来是我未来的小舅子 坐坐坐 大姐夫赏你一只皮皮虾 你这一身装备都不超过五百 我大姐能看上你这样的穷逼 快滚 叫你小舅子是给你面的 再叽叽歪歪打搅我一家吃饭 看我不给你打到你姐都扔出来 我草泥马 兄弟们 把这疯子打一顿再赶出去 打残了算老子的 臭屁 敢动情少弄死你 痛痛痛痛痛痛痛 你要干嘛 叫姐夫 叫你妈呀 叫不叫 不叫 问你叫不叫 就不叫 姐夫 别打了 早说何必遭这罪 你要真是我姐夫 你这么对我 我岂都能打死你 先生 怎么回事 你怎么被打成猪头了 是这狗日的硬给删成这样 雷虎 你可得替我出气啊 这不就是金爷让我紧的人吗 叶先生 我家金爷请你过去一趟 有要事相求 这不是个废物坠序吗 金爷怎么还有事求他 感情这顿打我白矮了 娘 你怎么了娘 别吓唬我啊娘 金爷 老太太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妙啊 废物 一群废物 我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老子把你们这些废物 统统剁碎位置 金爷 人我给您带来了 叶先生 就我娘 慢着 小飞 你算什么东西 有行医资格吗 尼玛 挡我财路 李老 叶先生的真酒出身入花 腰骨上他显示试 不行 必须做开罗手术 再拖延下去 就是神仙出手也无力回天了 放屁 自己用医一个 就不要去诋毁神仙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神仙就有力回天 你要是能救活这位病人 我李济师给你下跪磕头 呵呵 那你看好了 叶臣说着 抽出三根银针 舒坦啊 病人说话了 神了 真是神了 娘 你终于醒了 大牙 你是我的大牙 是啊娘 我是大牙 我是大牙啊娘 今夜高兴地看着老母亲 幸福的味道在整个病房弥漫 是 行